欢迎收看新一期的神体验 作为一个汽车户外博主 数码产品我聊的确实是比较少 但是又因为我是这个小米手环的忠实使用用户 所以韩哥说 那你今天就聊聊他们家新出的小米手环8 Pro 那我确实聊这个数码产品比较少 咱们今天就以聊汽车的大概方式 去聊这个小米手环8 Pro 我估计我的粉丝大多数还是爱好汽车来的 你们应该也能听到我讲的 那聊车得先聊品牌历史和铺垫 聊手环也是 首先为什么我一直以来特别喜欢戴小米手环呢 我大概从五代戴到了八代 最重要的呢有五点 第一点就是这个东西戴着几乎没有什么感觉 那如果你要戴个牢戴个iWatch 那整个还是比较重 戴上去的不适感还是比较多的 它为了好看为了装那个什么 咱就忍了对不对 而小米手环它是个功能性的东西 戴在手上主要的感觉就是因为 它表带比较细 整个的重量比较轻 并且它底下是有一个突出的点的 与你手臂的接触面积没有那么大 戴上去就经常是没有什么存在感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小米手环它的待机时间 大概是半个月左右 基本上十天半个月充一次电 充满电了以后 我去执行一个比较长的邮寄都不需要带充电线 第三点可能会有一些朋友跟我一样 是他的微信提醒功能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想我们这个行业经常要开车 有的时候这个韩哥发微信找小波 你又不能不看 你看了吧又不好意思不回 那领导的微信你能走不回吗 那开车怎么办呢 于是我就带了一个手环 它可以实时去显示你的微信提醒 开车的时候对吧 方向盘放在这手环这么一翻 你就知道韩哥找你了 那你再停下车去回韩哥微信就比较合适了 那像别人的话你看到了就可以不回 就韩哥的微信最重要 别人那就无所谓了 第三点就是它可以记录你的部署 消耗了多少卡路里 以及看这个时间比较方便 第四点是血氧功能 这个是从小米手环七代才开始有的 八代也有 平常我们会去一些高原 那如果我一个人去的话 没有必要可以去带一个血氧仪 小米手环八监测血氧 虽然说没有那种专业的血氧仪那么准 那个人去高原爬个三千米四千米 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 那第五点就是它的睡眠监测功能 经常熬夜的人大家都知道 每天看一下自己同天晚上深度睡眠 大概是多少 对于一个睡眠长期的规划 还是对身体健康比较重要的 OK 那我为什么喜欢用小米手环 以及小米手环的核心卖点 咱们就聊完了 现在就聊聊小米手环8pro它到底值不值 小米手环的价格一个大概是200块钱左右 而小米手环8pro就是400块钱 它俩的成本差了一倍 首先回答第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 它带着到底舒不舒服 我今天带着这个硅胶的表袋在公司 溜达了一天 这个手环我觉得它的不舒适程度 大概增加了20%到30% 就像什么呢 就像你的坦克300 从HT胎换了一个AT胎的那种感觉 是能接受的 不至于MT胎 MT胎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你手上戴一个非常重的机械的手表 这是MT胎的感觉 核心的主要就是 它现在表袋变宽了 所以戴在胳膊上有点武汗 如果你换成这个编织袋 这个粉粉嫩嫩嫩 粉嫩嫩嫩编绑的编织袋 就会好很多 那小米手环8pro跟小米手环8 有一个核心的功能 就是它的表袋特别特别的好拆卸 只要你摁着这个地儿 这就拆下来了 如果你要换表袋 比如说这个编织袋 这样一怼就换上去 就特别特别的方便 然后拆也方便 尤其这个编织袋 这次也是官方出的 这个米兰编织袋 特别适合你去一些 比较正式的场合 因为运动手表 我们几乎每天都戴 那参加一些发布会 不太方便的时候 戴编织表袋 就显得尊贵了很多 这都是这个表袋的一些 核心卖点 那它还继承了 小米手环8的哪些优点呢 比如说在续航时间方面 小米手环的续航时间 大概是半个月 一般我都是10到15天充电 而现在升级完的 小米手环8pro 它的电池有289毫安 也能支持15天的充电 所以平常我在用的时候 大概10到12天 充一次电也是OK的 它的充电线跟小米手环8一样 都是这个方头 那跟之前五代六代七代 就完全不一样 那是个源头 所以说如果你是七代之前 及七代用户 你要换小米手环8pro的话 你就得之前的充电线用不上了 但充电非常的方便 它是带磁吸的 就直接这么吸上就可以了 充的话非常非常的快 基本上你早上刷个牙 或者上个厕所的功夫 就能给它充到80% 充电这一点还是比较方便的 那剩下的功能 它跟小米手环一样 比如说也有这个 我最重要的微信提醒等等等等 那接下来就聊你多花这一倍的价钱 换了小米手环8pro 你都有哪些提升的亮点 首先咱先聊硬件方面 这个屏幕肯定是大了 看着就清晰了 对不对 而且里面呢 东西显示也比之前多了很多很多 同样的一块屏幕 你看这块屏幕 你去看一些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 它只能显示两个 而这个屏幕 它可以显示三个 如果你调整的话 它可以显示四个 这个就是一个屏幕大的好处 同时呢 小米手环8pro 它现在还升级成了平面的玻璃 相比很多同类型的手环 用的曲面的玻璃 平面看着就非常非常的舒服 这块玻璃还是康宁打猩猩的玻璃 就是跟很多车机屏幕用的是一样的 跟一些苹果手机用的也是一样的 那屏幕的目前 它的分辨率达到了480x336 同时PPI也是336 那什么叫PPI呢 对这个汽车用户说一句 就是每英寸所占有的像素数量 这个像素数量越多 你看着就越清晰 所以这块屏幕 我觉得在可视化的感觉上 不亚于手机和平板了 那为什么用康宁大显示比较好 因为这种玻璃比较硬 你手表去跌漏的话 不注意就那么容易就碎掉 而其他硬件方面 它现在换用了最新的处理器 同时内存达到了32MB 好处就是看这个刷新的感觉 你手滑的感觉特别特别的流畅 而你对比这个 就明显要慢了一些 而你打开APP的数量也一样 包括监测血氧 监测你的部署等等 它的效率都要高很多 还有个核心的要点 就是它后面用的是双通道的体征传感器 那相比小米手滑8代用的单通道的传感器 它的监测的效率就要高很多 主要体前在什么呢 比如说你戴手环 你夏天不想把手环捂得那么紧 双通道 它只要有一个通道传感器去贴合上了 就能去监测你的血氧心率 或者说不说 屏幕是升级到了1.74英寸OLED的屏幕 这个屏占比 大家通过这个画面能看出来 其实我觉得还好 主要是因为 虽然说它周围的边框理论上还是比较宽 但是它大部分的显示周围都是黑的 所以看着也没有什么很突兀 还有一个核心要点 就是它现在是内置了米家APP 比如说我们家里 对吧 有空调 或者说有一些家用的设备 那你现在它可以直接去唤醒一些指令 比如说你现在点离家 你的空调就是关闭了 你现在点回家 你的空调就是打开了 目前它的功能还不支持 单独去控制空调 控制灯光 或者控制袭机等等 只能去唤醒一些你在米家APP上去提前设定好的指令 估计下一代可能会增加这个功能吧 除了米家APP以外 它也支持小爱同学 这就相当于你的手环也支持了语音控制的功能 总的来说 小米手环8变成小米手环8pro 价格贵了一倍 我觉得还是值得换的 虽然说它现在变大了 体感也就不舒适了20% 也就刚才我说的HT胎变成AT胎的区别 还是能接受的 与之以来换来的好处 就是这个屏幕大了 看着是真的舒服 显示的内容多了 刷新率快了 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后面有双通道 你去监测你的血氧心跳步数 这些都更高效了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点 我作为一个一直带这个小豆子的小米手环的用户 我现在也愿意升级这个小米手环8pro 总的来说还是挺好用的 还有一个重要一点 就是不管小米手环8还是小米手环8pro 对于iPhone党来说都是非常实用的 在之前小米手环7以及小米手环8刚发布的时候 经常有跟苹果手机去断开的问题 而最新它们升级完固件以后 我觉得连接的这个顺畅程度要好了很多很多 因为没有办法 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都用iPhone手机拍摄 然后电脑平板用的都是苹果的产品 而手表还不想用苹果的产品 因为那个续航实在是太烂了 小米没有想到跟它适配的非常好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就是小米手环8pro的体验 我觉得如果你一直喜欢小米手环 可以试着体验一下 但如果你一直戴手表的话 也可以去体验一下 重点啊 它只能显示微信提醒 是不能回微信的 这是小米手环与智能手表的区别 喜欢记得分享哦 我们希望一下就能操作可以更优先创作啊 好 好